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來了一個 199吃到飽 看到沒有 下跌199點 成交量有達到3000億以上的水準 舒服吧 我每個星期五下午4點半直播 網路的節目 預告下一週的行情 全國只有我敢做預告的節目 有第二位我退出投顧業 全部都是在怎麼樣 看圖說故事 小學生都會啊 只有你們這些吃瓜群眾 看得很爽對不對 被人家當豬腦袋窄 那我上個禮拜五就是選前 的最後一個交日選前 就上個禮拜五嘛 我就提出警告 我說選後啊 這個盤還是要往下的 那是一個趨勢 我在這裡的節目跟我直播的節目 我都有直接講 那這個講得比較細 還有講相關的個股表現 會因為選完有什麼影響 我舉了兩檔例子 當然啦 你可能我在不屑看你什麼網路節目 也無所謂啦 笑你喔 不會照QR Code啦 哈哈 老船長我們年紀很大 年紀很大那就算了 看個網路節目又不要花你錢 而且全國只有我 在預告 那預告不準你以後就不要看嘛 對不對 那預告準很多人就要完蛋嘛 看到沒有 給大家看一下喔 欸 今天星期三 星期二星期一有沒有 這個是禮拜五嘛 上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是收紅的喔 我跟大家說喔 選舉完是要往下的 有沒有 準不準 為什麼 因為這邊都是反壓嘛 對不對 那也許老船長也猜到誰會當選 那當選之後所帶來的一些問題 也會反映在大盤上面嘛 再加上 本來趨勢就是往下啊 你不會看喔 這邊都是蓋頭的反壓啊 對不對 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也是一樣嘛 我們選完換他選嘛 對不對 川普跟拜登這兩個早晚把美國給搞完啦 對不對 美國應該就毀在這兩個老頭的手上嘛 一個國家喔 反正我不會講啦 我講過很多次了 三億人口的美國將近 沒有人才的嗎 共和黨沒有人的嗎 民主黨沒有人的嗎 派出來兩個最糟糕的 對不對 一個東南西北都不知道怎麼走的 那一個天天在那邊哇搞這個族群對立的 所以這些都不是很 我個人覺得都不是很有修養的總統 品性都很差啦 所以會講這個把美國帶向衰退之路 那是必然的 你看美國現在外債 債務都敲緊鐘了 對不對 政府還要關門呢 沒有錢 是不是 你們覺得把美國帶的好嗎 當然沒有嘛 是不是 好 那你看喔 美國沒得救喔 台北股市 一定也是往下的壓力就會很大嘛 對不對 我在講你們都不聽嘛 你去看我上個禮拜五 運通財經台的節目 跟我下午直播的節目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說選完這個盤會下來 機率非常之大 但我們不敢講百分之百嘛 做人謙虛一點嘛 我說機率很大 有的人說不會啊 選完一切都回歸正常 應該要漲 誰規定 憲法規定總統大選完 一定要漲嗎 沒有嘛 那你要信賴誰 大盤誰看得比我老船長準的 我說我第二誰敢說他第一 講不客氣一點是這樣 別的人都在看圖說故事 我敢預告 這是預告的節目 各位去查 上個禮拜五我就預告 你去看我節目沒有預告的話 每一個觀眾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你喜歡看那種假的節目 就跟你說現在幾乎所有投股老師 至少都叫三十檔股票 三十檔股票很多對不對 分成十組 一組才三檔 所以你不管你參加他的會員 我可以告訴你 你收了半天收三檔 他覺得好像三檔沒有很多 不是像老船長講什麼投股老師都叫幾十檔 這個笨豬 他是十組裡面其中一組 可是他看節目他老師什麼 這個也他的 那個也他的 一個投股節目裡面講了五六支 漲的股票全部都他的 你是他會員你從工到尾 你只收到三支 不是詐騙是什麼 打電話到投股公司抗議 對不起喔 你參加是這一組 我幫你換到那一組 聽得懂喔 把豬腦袋從這一組換到那一組 然後他還馬上說好好好 你說這不是豬是什麼 對不對 有的更狠一點 你再交八萬 我幫你換到那一組 那一組比較特別 這樣子喔 再交八萬 白癡 懂了嗎 所以你們看投股節目 他永遠在講的 就是那 比如那三十檔 今天漲這三檔 講這三支 明天三十檔 還要漲這三支 又講這三支 節目中永遠講漲的 他從來沒有說 他的股票跌 你聽得懂嗎 老船長原來他們是這樣騙 騙這麼多年 騙了幾十年 你們這些豬腦袋 我在那邊破解還不會嗎 你現在如果不是我的會員 你參加是別的老師的 你有這種遭遇的 你只要堅定的 告訴你自己 沒有錯 去照鏡子 你就是豬腦袋 這樣好不好 這個盤會往下繼續跌 而且我認為跌幅會蠻重的 因為這個頭部蠻大的 這幅額很多 聽得懂吧 後面還會多殺多 那有一些股票 我在昨天就提出警告 我說 這個 目前我選出來的新的總統 那對岸這個ECFA 就要開始收割韭菜 看清楚 在這邊 ECFA收割韭菜 我昨天就已經講了嘛 有哪幾個產業對不對 我都數給你看 我還滑手機給你看 一堆股票 我沒有辦法一一講嘛 但是大目標已經警告過你們了 對不對 我有沒有講觀光 老船長你當然有講啊 昨天先倒霉的就是觀光嘛 因為兩岸未來觀光怎麼樣 你認為會好嗎 對不對 我們是就事論事 我們也不講政治 就不會好嘛 事實證明啦 股價它會走給你看嘛 對不對 2731嘛 把龍頭抓出來看嘛 雄師 對不對 你昨天看我節目 我是不是跟你講 已經破線下來嘛 這整個底都跌破 昨天就跌破了嘛 還有人在怎麼樣 鐵齒磨成繡花針 今天還敢去買 顧著死啊 早上開盤 開多少 開134平盤 開平盤還有人要去買 各位觀眾 你們說有沒有豬腦袋 老船長也不能這樣講 搞不好他們這些人 都沒有看你的節目啊 像我們看你的節目 我們就不會去買雄師 最好 你知道我才不相信 你們這些吃瓜群眾 很多觀眾看我節目 我買給你看老船長 沒關係啊 你很有錢啊 有錢啊 多去捐一些孤兒院 或是可難 這個很可憐的這些 沒有錢吃飯的老百姓 搞不好你還上天堂 不用下地獄 把錢輸掉那是最笨的 對不對 而且是看完老船長的節目 還在買觀光股 雄師夠代表了嗎 這下來這邊也會破了 因為兩岸的關係 現在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旅行社它靠什麼吃飯呢 靠東南亞旅遊 靠日本旅遊 你開什麼玩笑啊 對不對 那個對岸那個餅才大 我們這講經濟不是講政治啊 難道你告訴我說 對岸旅遊的餅不大嗎 哪一個敢站出來跟我講 對不對 那一定是白癡嘛 是不是 那沒辦法的事情啊 對不對 這個總統這個民族選出來的東西啊 我們也不能說不算了 是不是 好 那麼所以說 EKFA收割 第一個首當其衝 就是觀光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我昨天已經警告過了 對不對 塑化 首當其衝 看哪一檔 我們拿最大支的嘛 台塑嘛 你相信這是台塑的線型嗎 各位觀眾 今天這一支比較大的 代量殺 我給你們看 台塑今天開盤開在哪裡 開在75塊1 平盤下4毛 一樣不看我的節目 收盤只有剩下736 這還要跌啦 為什麼 我們的實化業靠誰 靠對岸 台灣這個島 能夠消耗掉的就是很少 再加上現在要推電動車 是吧 這有夠淒慘的 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五 今天禮拜三二一 五 上個禮拜五我已經講過了 選後 有很多的股票 你要小心 當然我是沒有直接講說話 我講不了那麼多 但是你們聽得懂老船長的意思嘛 對不對 誰小朋友猜也猜得到ECFA ECFA 看到沒有 這還要跌 注意喔 那麼台塑呢 超級機優的股票 居然從這邊摔死 崩跌 一年不到的時間居然怎麼樣 各位看一下 跌成這個德性 公司有沒有賺錢 我告訴你喔 好公司喔 有賺錢的 不會是賺壓彈的 但是呢 他在2022年已經賺了5.68 到了2023年變成1.61 前三季 這已經是大衰退了 如果再加上ECFA 那完蛋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歸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好 那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對岸他們這一次 是會有動作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這些股民 難道你要抱著這些股票嗎 那不是傻瓜嘛 叫你趕快避開 從上個禮拜五就講了 對不對 別人的節目在做生意 老船長的節目在做公益 你們看別台 就是看你的老師每天怎麼騙 今天漲什麼股票 就拿了股票出來騙 那你就是你這些老師裡面的 其中一隻豬腦袋 你已經上當被騙了嗎 然後你每天還收看他的節目 看他繼續怎麼騙 笨不笨 夠笨了吧 來看看老船長的節目 對你是有幫助的 至少你的智商會提高 是吧 那我們 小老百姓我們能做的就是 那你ECFA這些要收割韭菜 我們趕快都不要有這些股票 這只是第一步 待會還公佈第二步 你繼續往下看 心臟不好的 趕快轉台 好啦開玩笑 那塑化股跌成這樣子 你們真的再看一次 你能想像嗎 你以為這地雷股 這樣跌 這非常機優的台塑 當然它2023年的獲利 大幅衰退 跟2022比 有沒有 這裡是2022年 哇好厲害 猴腮衰對不對 是 所以要不要尊重基本面 當然要 有的分析師告訴你 基本面不重要 這種都害死人的分析師講的話 什麼叫做基本面不重要 那你每天跟主力配合炒作 虧損公司 亂七八糟 我們來市場投資 就是要買好公司 那NVIDIA回答好不好 好啊 基本面好不好 好啊 不重要嗎 所以有時候你們在看頭顧節目 你可能一句話就知道 這個頭顧老師的水準跟心態 是不是正派還是邪派 明白嗎 好 那麼說話完了 我們就要點名什麼 鋼鐵 各位注意看喔 這個叫什麼 這叫中鋼啊 那個時候我不是跟你說 中鋼有機會往上走 對不對 後來我發現不對啊 有些鋼鐵骨衝出去 因為中鋼沒有漲 又壓回啊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中鋼一直都不漲 對不對 我們就趕快把鋼鐵骨出掉 後來我想啊 完了選舉要到了 對不對 我們也大概知道誰會當選嘛 那當選ECFA的問題嘛 鋼鐵是不是其中一個 是 所以呢 這一波鋼鐵我們當然怎麼樣 沒有受傷嘛 有參加會員跟沒有參加會員 你們覺得有沒有差別 你現在手上一堆鋼鐵骨 只有一個原因 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們早就跑啦 選舉前早就跑啦 跑光光的知道嗎 那算是看好 看好沒有用啊 形勢比人強啊 所以為什麼你要參加會員 股票市場一成不變 那就幹嘛參加會員啦 我會打電話通知你嘛 有什麼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啊 對不對 老船長你講的其實也是有道理啊 對啊 誰叫你沒有參加會員 你現在滿手鋼鐵股 你完蛋了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1573億的股票 有沒有開始往下走 收盤差不多啦 明天往下就破底 整個鋼鐵股就崩盤了 EKFA鋼鐵股也是首當其衝啊 我說過中國大陸讓利給你啊 給你關稅減免甚至不用啊 所以你有競爭力啊 而且他刻意跟你買 為什麼 都是一家人嘛 對不對 好啦你現在這樣子 他不爽啊 不爽就給你關啊 是不是 那你要賣給誰 賣給東南亞 那對不起喔 東南亞也有他們的堡壘 你不是那個會員國 你根本就怎麼樣 進不去啊 那你進不去 你沒有那個優惠 你根本也打不過人家啊 所以我們先把最後一個看完 叫做直接來嘛 中概股嘛 對不對 誰做代表 傑安特嘛 巨大 看到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 都講好的 都是這樣往下跌 就是印證了我跟你講的ECFA 這中概股啊 巨大啊 這有名的中概股啊 所以怎麼樣呢 未來 對 就是要下來破底 因為台灣的市場很小 你要知道 老船長我們可以運到歐洲去賣啊 對啦 那個運費貴不貴啊 貴不貴 我問你啊 現在在戰爭嘛對不對 尾巴又在戰爭啊 那個船要繞繞繞繞繞繞繞的半死啊 你說運費貴不貴 貴嘛 那有沒有競爭力 就沒有嘛 所以你們這些類股 全部都要避開 那這些類股 有多少支股票你知道 一圖拉股 對不對 那第一個 這些公司的營收EPS往下掉 要不要裁員 要啊 要不要減薪 要啊 那影響大不大 大啊 這個被財員被減薪的老百姓 我請問你們 他們在消費上面 會不會有所節制 以前一個禮拜花多少錢 我還是去旅遊幹嘛 現在都要怎麼樣 縮一結實的情況之下 那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行業 各位觀眾啊 什麼叫蝴蝶效應啊 聽過吧 千億法而動全身啊 這整個怎麼樣 其實都會影響到 所以說對於台北股市來講 壓力就會非常的大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吧 那老船長我們怎麼辦呢 我昨天不是跟你們講了嗎 你現在要玩股票 趨勢 注意聽好啊 目前的趨勢是往下 對不對 你要玩股票 你就要玩那個怎麼樣 技術層面很高的 例如半導體 半導體也不是所有 半導體一大堆要買怎麼樣 技術層面很高的 就有未來性的 聽得懂吧 我技術層面很高嘛 你對岸也不敢進我 你聽得懂嗎 因為他們就很需要啊 老船長原來是這樣子 對 技術層面很高 我們有怎麼樣 我們的高毛利率 我們就不怕 我們的產品不怕沒人要 就像NVIDIA 它怕不怕 說哎呀我接下來做出來的 晶片沒有人要 有可能嗎 大家搶著要嘛 是不是 你賣水果的 我一定要跟你買嗎 不用吧 你賣魚的 我一定要跟你買嗎 不用嘛 替代性越高的產業 你越要小心啊 有的時候大家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差不多 差在關稅 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相似度98% 99% 你賣100塊 對不對 人家賣怎麼樣 80 你就倒了嘛 一樣東西讓老百姓 選價錢便宜的 你要買還是買貴的 那豬腦袋才買貴的 對耶老船長 所以這個東西是 立即性的衝擊啊 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你要避開這麼多的股票 而且他們又會影響到 相關的個股 那個老船長沒有辦法分析啊 那個連AI機器人的系統 也沒辦法分析得出來啊 你要講快一點 就是幾乎所有都會影響到 但是怎麼樣 你就要找那個怎麼樣 高科技的 譬如說我昨天有舉例 矽光子啊 是半導體啊 這一類的 但是也不保證一定會賺錢喔 就是很困難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避開那種比較大中性的 那至於那個什麼虧損公司 天天在炒的啊 什麼那個叫什麼 經歷科啦 什麼安格啦 北極新藥業啊 這一些喔 就公司沒有賺錢 然後拼命在炒的這一些 我只能說 你不要做最後一隻老鼠 因為沒有人 沒有機關會幫你把關啦 你聽得懂 他們無法無天嘛 這樣炒對不對 沒有機關會保護你的情況之下 你就記得 老船長跟你講的兩點 第一個 你千萬不要去放空這種股票 你被嘎死活該 第二個 這個 你不要做最後一隻老鼠 明白嗎 就像經歷科套在六百多塊的 那個你想解套 猴年馬月二月三十號 有可能 大家懂意思嗎 沒有機關保護你 然後又有投顧老師 在幫忙怎麼樣 擦脂抹粉 像我是 我不可能 我都叫大家不要去碰那些股票 我為的是保護你們 現在沒有死 沒有掛掉的情況之下 你聽不進去嘛 等到掛掉的時候 你去找你的老師 或是找怎麼樣 你只是看他節目 他說好棒棒嘛 然後你去買的 人家不會理你啦 這剎灰呢 你聽得懂嗎 這不是學校耶 在學校老師保護你 在家裡 爸爸媽媽保護你 出了社會 你自己要保護自己啊 對不對 所以說你今天 我的節目看完之後 你把你的股票拿出來看 是不是 主要要收割的對象是 你趕快賣掉 你真的一定要聽老船長的話 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呢 你要再買股票 你就要去考慮到 你買的股票 是不是具有高科技 三個字 寫在臉上 不要洗臉 高科技 換句話說 只有高科技 才能夠對抗 對岸的 這個ECFA的清單 那還有 後面還有福帽貨貿 對不對 你怎麼辦 是不是 那台積電就比較不怕 為什麼 你們全世界乖乖來跟我買 對不對 沒有地方買的嘛 這一種 你就比較不用擔心 那你看這個 我最後補充說 聯發科 我那時候就跟你們說 要小心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的股市 一直在破底 他們的這個房地產 已經崩盤了 到外資都出走 工廠都出走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聯發科的白牌 雖然很優秀 但是你主要的客戶在對岸 對岸就疲累了 你也衝過頭 衝到一千多 有投顧老師每天在節目上表演 對不對 這些都亡魂 看到沒有 衝過頭了 所以你看 聯發科跟對岸的聯動 大不大 大 它不是什麼 可法清單 但是 中國大陸經濟不好 它首當其衝 因為是白牌的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 我就警告你們 不要去碰這一些 好不好 那今天這個節目 如果覺得 老船長講的有道理 幫我按讚 你如果要跟著我 做高科技的股票 等一下你就打電話進來 我只會帶你買 有技術性高科技的 像今天這樣跌199 我們的股票沒有跌的 沒有跌 你聽得懂嗎 你的股票跌翻了 看你要跟誰 要跟正派的老船長 開大門走正路 你就打電話進來 你要繼續跟著你的老師 那你就不用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好 好